對 其實在獄中 廢戈窗口壓顆粒 可以把你的友情 愛情 都把你切到你 那唯獨一個東西 它叫做親情 你是一路 飛我聽到遠的 不離不棄的走到遠 我永遠記得很清楚的一件事 文基安那時候跟我講 他說 如果你以後有能力 他以前有一台很喜歡的CRV 後來就飛掉了嘛 他說你再幫我買一台CRV回來就好 我有時候跟朋友在說 我說我專制厭食證 你如果不吃飯你都來找我 我只有增加你們體重上面的負擔 喔 來 再來 這間叫大眾滷肉飯 這家厲害了 它是我們巡邏車拍到現在 故事很厲害 我超期待 多厲害 這個老闆他曾經三兄弟截夥 不要啦 這個不要去防 我跟你講 我一開始我也覺得不要 但是我是覺得可以讓觀眾知道 他是如何改過自信 還有如何搶硬超車 老闆現在不在這邊嘛 那我們現在請姊姊打電話給弟弟 你開過音 姚富 店裡出事了 出事了 你說的路斯風音怎麼會 欸 你怎麼知道 他來不是這樣而已 雞鬼六個 對嗎 喔 你都怎麼這麼了解了呢 你當時我們來當這個角色 就像是說我 你是 喔喔喔喔 你現在可以隨便過來嗎 我來這裡 好 兩位來 你不要帶雞尼來喔 拜託 沒有啦 我出門就很棒了 我帶雞尼 喔 出門就很棒了 你叫我帶雞尼 喔 是是老闆來 你慢慢來啦 我跟司法 對 OK 好 OK 那我們先不去坐 來 欸 各位朋友 吃完大眾滷肉飯 好 我們在等老闆之前 我竟然把那一大碗的雞乳飯 把它吃光 真的好吃啊 真的好吃欸 謝謝 有勞飯的味道 你是跟誰學的啊 那麼厲害 一部分是我們老婆 他自己教的 另外一部分是我自己去研發的 我們自己要餅餅 來 那我還是要再講一下 因為故障每一次要拍攝什麼店家 他真的都不知道 我剛在門口跟他講 老闆之前過往的戰績 他認了一下 我說好嗎 沒有 我們現在是單純 不是說 小小的滷肉飯而已 你不要緊張 但是還是會有部分的網友 覺得以前犯那麼多的錯 現在好好認真就能洗白嗎 就能洗白嗎 欸 人生的路程 其實就是不斷地在犯錯 得到的經驗 後面變成智慧 我們是因為說比較煩慢 在怕 我們就是都說 五仔三頭髮一直去刺 你看到頭髮是拼 你就想說 似乎嗎 到底是你定了 我頭髮定你 哈哈哈哈哈哈 人生真的是這樣 我是覺得說 犯錯不可恥啦 可恥的是你不覺得自己有錯啦 那你覺得你有錯嗎 你說我 我是認為說我有不對 我不對是說 我沒應該牽牽牽牽牽牽 哈哈哈哈 差不多在那二十年前 那攝影機沒那麼多 我們這條就會破 現在是行車紀錄器就那麼多了 你認為真的會過 其實他怎麼樣 他除了他還有想過 哈哈哈哈 現在行車紀錄器太多了 而且會給中機那麼多 所以他現在要重新放案的機率應該是 零 沒有啦 我是覺得說 我貴欽國家的 我一定有限於國家 我對我自己 稍微有一個機胎 我不要再增加這個社會的負擔 這就很重要了 我有時候跟朋友在說 我說我專制厭食證 你如果不吃飯 你都來找我 我只有增加你們體重上面的負擔 哦 然後我要講的是 很多人可能現在 還不知道老闆到底 曾經發生了什麼事情 自己陳述一下好不好 在民國大概92年93年 我們家三個男子 這我們姊姊這小肚子 三兄弟還有一個姐姐 我們三個家 是哪算比較尷尬的 我們都做八大行業 所以那時候賺了不少錢吧 不要說賺不少錢 一定賺很多錢 那很好賺的 他也沒參與到 你也知道好賺 哈哈 人家說過一句話 年少得志大不幸 我們開始做八大 包括電動跟店 我們一國的青菜 我們這所有的三十元 都一國三十四十元 啊你當年你沒有這些金流的時候 加上說 四大人 負責還是什麼 小的問題 欸啊當年 落地不是說很方便的時候 你聽到你很索的 所以你就想說 幹一票大的 幹完要收山 對啊 然後呢後來 那一次就計畫了 啊怎麼辦 你要有夥伴啊 對啊 我說真的 我沒應該叫我 阿兄加上在我們三人在那裡 我們老母有所成熟的那個上海是三的 校生當這個抓你去看 所以哥哥跟弟弟 也被你猶說就一起參與了 對對對 他們也都沒有這個把持的力量嗎 欸應該是 應該是你太會講了 應該是 我也是這樣感覺 但當時他找了哥哥 他找了弟弟 他唯獨沒有找姐姐喔 你為什麼把他排除在壞 我跟你說 你如果把他找他 電話是怎樣 報警會 我們就要 那時候發生事情 我弟弟就打電話給我 姐報這事情了啦 大陸到牆23個兄弟 我突然跳起來 你知道嗎 講完了之後 我就南下 到我媽媽的住所 樓下一定一大堆像你們這樣子 全部都記者 然後我就跟我媽講說 媽你不要下來 樓下你都記者 欸難怪姐姐剛看我們進來他還好 喔 他一大堂面都見過了 對啊 喔那種記者的場面 應該是一二十台以上吧 對啊 不像這樣 你嚇星光大道 對啊 然後我回到台東 我就趕快進去刑事組找他們 看到他們三個當下 我真的是 喔受不了 你知道嗎 那個三個 一家 就四分五裂 三個兄弟都進去 你會覺得說 他們要進去多久 他們的人生就回了 後來三個總共刑期大概是多久 我十四年嘛 啊我弟十年嘛 我哥八年 這樣加起來 32年 喔 也三十幾年了 所以那時候 陸監是在台東的 對 因為我被告嘛 被告那時候是在台東監獄嘛 啊我媽原本她都是在高雄 為了要究竟 要看這三個白痴的學生 你不要說那些人這麼忙 那個黑客 老大 老二 老三 老大電話咧 那我要跟你買什麼 有什麼事情要交代 好 沒來刮掉 我來換台語的 你這個人 怎麼在角色扮演的Cosplay 你們媽媽來這樣探監的時候 你們沒有跪下來跟她說對不起啊 或什麼 有啦 因為我後來我上訴到花蓮高分院嘛 那時候我媽坐在後面在聽的時候 嗯 規定都規刷 翻過頭 我有把我媽媽規 真的啊 那你跪媽媽媽媽媽那時候 啊我媽媽 我媽媽有 穿靠的說明明 不然你 說明明 我就怎麼 攤皮袍你聽了嗎 不可能吧 又穿靠的說明明 雖然是玩笑話 媽媽勝哭的功能 他好像笑談人生啦 其實我覺得他內心裡面 應該是有柔柔的一面 我個人的感覺是這樣 說人生過得越不如意 應該越要開心的去笑 你要用笑去掩飾你內心的悲傷 就像你那一句 感覺有笑容 你就不會哭太久 真的啊 對 對啊 我比較想要探討的就是 那個時候 他們進去以後 是不是有千夫所指 然後親家朋友 幹嚇 跟你罵還是怎樣 會啦 因為親朋好友 人言人語 對 媽媽她會覺得很內責 因為那時候發生的時候 成績有想要自殺 我跟她講說不行 我說 我們已經失去三個兄弟了 我不能再失去你 嗯 欸姐姐那時候很關鍵喔 嗯 我們兩個就打了一間店 然後一直工作 然後捨不得休息啦 因為三個兄弟在裡面 都需要用到錢 欸這個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對啊為什麼裡面要用到錢 你去愛知喔 很簡單的應該 那顧上她那個表情 喔你問我就對了 哈哈 我當自衡 來 你怎麼有嘴 牙膏呢 你都做政府的幫你喔 你都做你生前屋的母親 如司法如 還是回照 那個都要自己買 對 不要懷疑 政府給你的三檔 你不用擔憂 生前屋有水 一間房間睡15個 也是一樣 一支電腦 那個攝影機 那個房間睡到 打不死的 你有沒有 完全沒風啊 那你一國要花多少錢 你問貼還真 我算公主人嘛 你算貼還真 你一國要嫁多少錢 八千 一個人就要八千 欸三兄弟就要兩萬四了 他嫁八千才沒刷 我在那裡邊 養了一個習慣叫做 我喜歡看書 喔所以書都是姊姊記嗎 我幾乎都叫我買了 看哪一些書 他看的都是 商業週的 喔 商週 喔 還是有關聯 沒有沒有 他應該叫姊姊記什麼 密室逃脫 沒有 可是我覺得關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回去社會 腦袋是空空的 怕跟社會脫節 對 你如果關你現記 如果過月過月 你的煩惱 是大人的胖肩 對 其實在獄中 匯科窗口壓顆粒 壓顆粒板 可以把你的友情 愛情 都把你切得理理理 那唯獨一個東西 它叫做親情 你是一路 為我 聽到完的 不離不棄的走到完 我永遠記得 很清楚的一件事 文基昂 他那時候跟我講 他說 如果你以後有能力 他以前有一台很喜歡的CRV 後來就賣掉了 他說你再幫我買一台CRV回來就好 我告訴你 我今天很有主持 我以為他這個小小的一個理想 我有買一台車 所以三兄弟入獄的時候 姊姊把車子賣掉 對 是這樣說 所以他告訴我 我有記得心來 所以應該是在我回來 第二年 第三年的時候 一樣都要有處理一台車 有不一樣 老闆真的很幸運 有這樣的媽媽 這樣的姐姐 又遇到這樣的老婆 老闆 藉由節目嘛 你就跟媽媽講一些話吧 周女士 媽媽 很感謝啦 一路來你自己這麼典型這樣走過來 對你也很貴重 做很多事情 讓你炒完 讓你煩惱 你是我生愛的老母 我有也是跟你的老母而已 英文我都是生愛你的 再來就是愛這個 你不用煩惱 你說你先愛媽媽再愛老婆 你把姊姊放哪裡 你把姊姊放哪裡 心裡知道就好了 老婆在等她 老婆在等她 你有沒有感受到嗎 有 你都不知道我生愛要留下來 你也跟姊姊講些話吧 對啊 我其實喔 這間店 我只是負責打江山 打基業 這間店 一次我就是 要留給你和你學生 後面什麼事情 我可以生修的 我可以做 我就把你做得夠 生愛你不用這麼大 因為我也很感謝我們姊姊 我就把一間店前台 顧得那麼好 讓我沒有所謂的後顧之憂 這就是家人的重要性 對 我覺得這是家人的付出 不求回報 就只覺得她能更好 就是我覺得她已經浪費 那麼多年 她現在回來 為了她的江山再倒 我覺得我付出我的勞力 或者說我付出我的精神 在這家店 她最起碼她在後面 我覺得她會很安心的 你也看得出來她很拼 不敢拜託自己 對她真的很拼 所以也蠻心疼她的 你說相由心生 其實老闆看得出來 是以前荒唐過 但你看她現在的面相喔 蠻和樂的 對是蠻和樂 沒有那種暴力之氣 因為我們有看到 你當時被抓的畫面 那時候真的是 滿目猙獰 真的 你自己有沒有去回放 你當時被抓的那些畫面 有吧 我剛回來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的手機啊 打我的名字啊 我不曉得說 光打黃榮港三個字 就是大論發運鈔車搶案 那不是像全台灣線 只有我這個名字 然後是一些媒體朋友 來幫我這邊做採訪什麼 有沒有 現在才把運鈔車洗到你下面 那最後 她當時犯的那一起 是大論發運鈔車搶案 你有什麼想對大論發說的 好 謝謝梁董 一眼梁梁梁 謝謝你 你原本來台東大論發開的時候 其實買氣沒有很好 但是 小弟幫你 打一個廣告 謝謝你給弟這個機會 沒有 沒有啊 剛剛說的純屬開玩笑 然後 當初對於大論發這件事 造成社會的恐慌 對一眼梁梁梁島造成那個困擾 我也很抱歉 現在小弟我回來改革主心 你如果有機會 我希望說你會來這裡 試試看看 今晚飯 是不可以像以前 反那個故事一樣 那樣精采 絕對不會讓他失望 不會啦 吃了讓你難忘啊 對啦 我們也希望這個故事 不好的部分 就把它停留在二十幾年前 現在好的老闆也用他的店 好好的做生意 來去傳善好不好 也希望各位也能給所有的更生人 不是只有老闆 給他們一個機會 真的 我相信你應該也遇到很多 他們是走投無路 然後社會不願意接納他們吧 其實多數都是被排擠的比較多 自己會覺得說自信心不夠 身邊有很多朋友是這樣 每一個人人其實都很精采 不要讓別人看我們 我們先看我們自己 我們做別人做 真的 那鼓掌很棒的故事 謝謝老闆 願意跟我們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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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歡迎說如果你們有 在這裡吃個飯當作休息帳 對 大家聊聊天 研討一下一步要怎麼走 後一步要怎麼嫁人 乾杯 加油齁 來 最後 保護正義 耶 耶